大家好,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,高燕。 每个月的例行对尔湾周边地区市场数据进行梳理和总结。 过去的11月份,现象总结如下。 第一,尔湾及周边房价与去年到今年初的火爆行情相比,已有回调趋势,但是仍明显高于去年同期。 市场房源,叫价仍然是基于前几个月的行情和高通胀基础上,短期内不仅没有绩效表连会回落到去年同期价格以下,而且11月份比10月份还有了小幅上涨。 第二,总体成交周期放缓,但11月比10月加快,有回暖的迹象。 尤其是目前处于两个大截日前期的历史惯性淡季。 成交周期积等回复到疫情前的成交速度甚至略缓。 第三,刚需客人仍然在进场,二到三间卧室的负行价格反弹。 考虑到股市动荡和房租同样飙升,现在也是房源多,便于挑选的有利时期。 刚需客人会考虑进场购买,用贷款利息付出换房租付出,在明年利息回落时候再进行再贷款以规避高利率。 在本视频的最后,我会谈一个热门问题,当下市场中如何简陋。 数据一,过去五年加州房产价格变化趋势。 这是从2017年1月到2022年11月整个加州地区房产价格的中位数。 之前的五年,每年都在温和上涨,比通胀率高,这说明房产投资是跑赢通胀的安全的投资手段。 从整个加州看,目前价格等于2021年的最高价格,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.4%。 房价在2022年4月达到高点,从价格上看,11月份房价比10月下跌了0.7%。 数据二,过去一年加州吉尔湾房价走势图。 这是从2021年1月到2022年11月,整个加州吉尔湾大于等于三个卧室的独立屋及腾斗的价格中位图。 相比去年1月,整个加州的涨幅18%,尔湾从100万涨到137.5万,涨幅37.5%。 相比去年11月,整个加州的涨幅负0.6%,尔湾涨幅1.9%。 三个货卧室以上房屋,尔湾目前房价高于去年的最高水平,整个加州略有下降。 数据三,尔湾和周边城市森林湖、塔斯亭房价变化对比。 尔湾、森林湖、塔斯亭是相邻的三个城市,如果不考虑学区,森林湖、塔斯亭往往成为尔湾的替代品。 从2021年1月到2022年11月,在大于等于三个卧室的房子比较,相对于去年11月,尔湾上涨1.9%,森林湖上涨21%,塔斯亭为15.3%。 11月相对于10月,森林湖、塔斯亭房价反弹,尔湾持平,尔湾、森林湖、塔斯亭房价仍高于2021年全年的最高点。 数据4,每平方尺均价的变化,以尔湾、塔斯亭、森林湖三个城市为例。 每平方尺,单价比去年同期,尔湾学区上涨了7.5%,森林湖上涨了6.8%,塔斯亭上涨了4.8%。 11月比10月,每平方尺价格塔斯亭出现了反弹,尔湾、森林湖下跌。 尔湾、森林湖的每尺单价仍高于去年的最高价,塔斯亭的价格已经略低于去年的最高价。 数据5,过去一年,加州及尔湾房屋销售时间,从上市到签约的时间。 这是从2021年1月到2022年11月,灰色线是整个加州,红线是尔湾地区的。 2021年1月,卖掉一栋房子平均需要12至17天时间,11月,平均需21天。 11月相比10月,销售时间在缩短,说明市场热度在上升。 数据6,市场上可受房源变化,以尔湾、森林湖、塔斯亭三个城市为例。 这个数据显示市场上可受房屋数量变化。 在2021年,市场上可受房源持续下降,从2022年1月可受房源持续增加。 6,7月最多。 7月以来,尔湾上市的房屋逐步减少。 数据7,每月交易完成数量变化,以尔湾、森林湖、塔斯亭三个城市为例。 自2022年3月以来,每月交易完成数量持续下降。 尔湾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2.4%,森林湖和塔斯亭分别减少了46%和54%。 交易周期变长的现象看,买卖双方都在等待。 买家坚持自己的价格,买家希望寻找合适的机会。 数据8,什么样的房子最值得投资? 这是从2021年1月到2022年11月,尔湾,不同黄金数的房屋的价格变化。 相比较去年11月,两个卧室上涨11.9%,三个卧室上涨8%,四个卧室及以上上涨7.8%。 11月比10月,二到三间卧室的房子价格回调,四间卧室的房子价格再下跌。 由此看出,目前市场情况下,小房子,刚需房更受青睐。 数据9,买卖双方的谈价能力变化,重新进入还价区间。 这是从2021年1月到2022年11月,尔湾地区,各个最终成交价和卖家要价的比值。 通常情况下,买家会在卖家、报价的基础上还价,最后成交价往往是报价的98%左右。 经过一年多的疯狂加价后,目前,平均最终成交价是卖家要价的98%左右。 结论,尔湾周边的房年价格受高通胀、高利率和疫情后,地区选择等多因素影响, 仍在历史高位,但已回到买卖双方合理溢价区间。 刚需客人正常进场,尤其对全款客人是非常有利的购房时期, 贷款刚需客人会衡量高房租和高利息,做出自己的取舍。 而投资房用贷款的客人都在持币观望,等明年利率回落时杀回。 市场上仍然是三望为主力户型,有院子的,位于成熟社区,学校配套方便的留家。 可见疫情后,大多数人都已经调整了自己对房屋的喜好。 自房产市场进入调整以来,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, 就是当下市场如何减漏。 什么是减漏?我们先要定义一下。 减漏,就是你买到了低于市场价格的房子。 减漏绝对不是你买到了低于卖家报价的房子。 哪怕是大大的低于卖家的报价。 如何减漏?我认为有三点。 第一,做好研究,知道你的目标,多大的房子,区域是哪里, 这里的市场价格是多少,你预期减漏的价格是多少。 所有这些,要有非常成熟的思考。 这些事情都是非常专业的, 我建议和你信任的经纪人充分沟通,我们也会帮你。 第二,准备好现金,减漏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, 贷款减漏的可能性很小。 第三,机会一旦出现,果断出击。 市场是公开透明的,减漏的机会稍纵即逝。 之前所有知识和现金方面的准备,都是为了能迅速做出决断。 现实中的经验是,减漏,其实更是抢漏。 市场上有很多人在准备,最后就看谁的经纪人足够有经验, 对房价的判断准确,现金准备到位,行动果决。 现实往往是,成功地减漏,都是家价抢来的。 最近尔湾大公园的新房,开发商第一期的价格很优惠, 房源很少,抢到第一期的就减到了。 第二期,开发商又在涨价了。 那些在市场上挂了很久的卖不掉的房子,往往不是漏,是坑。 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高院。 我们认真专注,是房产投资的好助手。 我们反应迅速,还有解难总在您左右。 大家如有房产需求,请联系我。